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做炸醬麵 首先將紫菜撕成小塊 然後鍋中倒入適量芝麻油 並放入紫菜炒至酥脆變綠並盛出備用 放入兩湯匙糖並炒至融化 放入紫菜拌勻 下熟芝麻和少許鹽 然後把胡蘿蔔切絲 黃瓜切絲 白豆干切丁 香菇切丁 土豆切丁 起鍋熱油下土豆並炒至金黃 之後下薑末、豆腐乾和香菇炒香 加入三湯匙黑豆醬並炒香 然後加入兩湯匙糖再炒一炒 下一湯匙辣椒麵 倒入兩湯匙甜醬油 倒入適量的水 沒過食材 蓋上鍋蓋 燜煮十分鐘 然後用玉米粉勾芡 並煮至沸騰 燒一鍋水 吞燙麵條 然後沥乾水 盛入盤中 澆上炸醬和放上黃瓜絲 胡蘿蔔絲和紫菜酥就可享用啦 速讚速絕 省事快捷 我們下次見 記得訂閱我們喔 掰掰